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扛吗 你做梦在我家冲锅币 你刚才不是叫我不用客气 你想怎么样 我知道 你觉得我无关痛痒 我做什么事你们都不满意 我当然觉得难过 不过 现在不是争论这件事的时候 我只是想很求你 不要放弃这个国家 我们要送信息 我们爱这国 我们很高兴地成为马来西亚 我们努力地努力 让这国家更加强烈 这是我认识的信息 不要放下希望 马来西亚是美国 是美国的国家 你都不是那个给人家冒巴里东山的人 听我讲 我都还没有提到贪污的问题 你听我讲 你这班政客只会讲讲讲 你走啦 小时候 我梦想的马来西亚 是一个为同一验警和团结的国家 一个公共体制会保护每一个人不受伤害的国家 这个梦想 这个梦想日渐消失 我真的很痛心 爱莫大于心死 心死了什么都没了 所以我还是相信 国父当初设想的马来西亚 是可以设限的 国庆日又到了 我由衷地恳求你 不要放弃这个梦想 我相信 不管是哪一位国民和领袖 都希望这个国家强大起来 只要你秉持良知行事 我不在乎你支持的是哪一个政党 我衷心地希望你 再一次相信马来西亚 再一次相信马来西亚